根據運輸聯線公佈的薪酬資料顯示,多名的管理層,去年的薪酬連花紅都較對上一年有所增加。 而加拿大納稅人聯盟就批評說,運聯一直都指資金不足,但是高層人員的薪酬就不斷地上升。 混卓文的報導。 運輸聯線曾經承諾,管理層人員的薪酬會降低於2012年的水平,但根據運聯上星期五公開的2013年薪酬資料顯示, 運聯行政總裁Ian Travis去年的薪酬和花紅總計超過46萬8千多元,較2012年上升近7個百分點,而多名運聯高層薪酬也同樣較對上一年上升。 加拿大納稅人聯盟PC總監佐丹悲謊批評,混聯並沒有將新籌凍結, 說信表公眾應該向公眾道歉。 當總統會坐在一年總統會議,開放到公眾, 說過千萬多的資料和財政總裁都在擁控管理財政總裁, 他們把財政總裁都拆掉了。 你希望他們會告訴真正確。 財政總裁都要記憶這次,當他們到次的投票櫃, 把投票給給財政總裁更多錢, 並使他們改變這些系統。 而運聯方面就發表書面回應指, 隨著獎金計劃取消,大薪會有所調整。 而薪酬會由2013年起開始凍結。 加上獎金計劃的取消, 意味著行政總裁和屬下高層, 2014年度的收入會有所減少。 每人的薪酬會下降2萬至4萬元不等。 新時代電視記者,文聰雲報導。 像是一個人在買的尖要接。 在買的尖要接收入。 計劃它的尖要接收入,